你好 今天聊一聊李嘉诚的夫人庄月明 及其他的红颜知己周凯旋 最主要是呢 我们聊一聊周凯旋 他呢 其实是国安部送给他的 是江泽民 曾庆红 朱镕基 这些一起的 这个中国的权贵家族 送给他的这么一个红颜知己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听我慢慢的接着来往下聊一聊 我们都知道了 李嘉诚其实是出生一个 一个落魄的一个教师的家庭 然后到香港去做学徒 在他舅舅家打工 然后呢 他就爱上了他的表妹庄月明 庄月明是港大毕业的了 通过他舅舅家和庄月明 对他的这个帮助 他赚了第一桶金 然后的话呢 就是越做越大 越做越大 后来的话呢 大家都知道了 做得大的话呢 就肯定在外边捏花惹草啦 或者是怎么样子 但是在这点上呢 庄月明的话呢 也就睁一只眼 逼一只眼 就算了 然后但是没有 但是他俩之间有一个协议 就是说 呃 你 不要把这个人果 带到家里边来 呃 没有想到 在1990年 就算1989年吧 呃 3月31号 不是12月31号 出席新年晚会之后 他们是在军月酒店参加了新年晚会 夫妻俩还特别高兴呢 然后 回去之后 1990年的这个 1月1号 庄月明就上吊自杀了 但是他没这么说啊 说新疆病复发啦 什么死的 但是呢 这个事情的话呢 呃 有些个微博上有报道 就是说 郭文贵先生也说过这件事情 他是上吊自杀的 但是 而且是穿的红衣服 呃 后来的话呢 在今年 去年吧 4月份的时候呢 我就特意的看了这件事情 哈 然后就是 后来的时候 李嘉诚不就是给庄月明盖了一个 在港大盖了一个庄月明楼 我从那件事情上 我以前哈 一直一直是很佩服 欣赏李嘉诚的 从去年开始 我就对他鄙视的 不要不要的 我姐他就属于一个 人渣中的人渣 渣的极品 呃 如果的话呢 就是说 他你可以看一看的那个庄月明楼 是怎么盖的 就说就是要把庄月明 因为他们南方人是很信风水的 其实不只是南方人了 中国的高层啊 中国的中层啊 老百姓啊 也很多都是一样信的了 信风水 然后的话呢 就是说 要让庄月明这个魂 永远压在庄月明的楼里边 永远不让他升天 这样的话呢 他就将来就不会报复李嘉诚 然后那里边都是什么柳木的棺材啊 因为 庄月明后期的话 是不能走路的 是坐轮椅的 就是把所有的那种楼梯啊 弄得就是说的 特别特别的那种 特别难 然后的卫生间又弄的 就是那么多的镜子啊 或者是怎么样子的 所以的话呢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上 谷歌上去翻一翻 庄月明楼 看下方的评论 或者上微博上去搜一搜 庄月明楼 就是所有的富豪吧 靠老婆发家的富豪 最后的时候 前任的老婆 下场都不太好 就像刘鸾雄的老婆 最主要的还有就是 何鸿燊的老大老婆 他这大儿子和何鸿燊的 第一个老婆 全都出车祸死了 怎么就那么那么的 巧合呢 就是然后的话 何鸿燊竟然还没有调查 人说都是他的二老婆干的 但是呢 没有说呀 他也不调查 别人也不知道 所以的话呢 去就是嫁给了凤凰男的 这个大家小姐 还是要注意吧 就是题外话了 说这边 我们接下来重点的 我们说一说 他的红颜知己 周凯璇 比他小33岁 周凯璇 就是你现在的话 你上就是 现在我写的 就是这种 大外宣是真的厉害 就是把那个中文媒体 就是那个谷歌呀 就全都霸占了 你上面去搜 你根本搜不到真实的声音 天涯上 很多以前那种真实的声音 都已经消失了 消失的无影无动 全都删掉了 周凯璇一战成名 是在东方广场 东方广场的地角 我们看一下 在王府井的边上 北京饭店和王府井的边上 离故宫只有一公里 你想想 那是黄金地段的黄金地段 然后拆迁的话呢 他只用了六个月就拆迁了 那上面的话 你看我们一说有拆迁 有多少的单位呢 二十多个部级单位 四十多个市级单位 一百多个区级单位 一千八百多户居民 而居民的话呢 给点钱就走了 那个倒好弄了 区级单位的话呢 就是说的 也还行吧 就是说的 鼓到鼓了 也就 就是说的给些钱呢 或者受一点压力 最主要的这是二十多个部级单位 然后都说呢 周凯璇的话呢 家里还没有背景 就是类似于就像平民老百姓的家庭吧 他怎么有本事 在半年的时间之内 让二十多个部级单位 和四十多个市级单位 可是北京市的市级单位啊 可不是说的什么 就是一个什么 十八线小县城 或者是那种县级市啊 地级市啊 或者什么 什么校改市啊 什么衡水市啊 那种那种市级单位啊 是北京市的市级单位 哪一个后边不是有很多大佬 哪一个后边不是有个千丝万缕的联系 他为什么在半年之内 就是说 这些单位就全都搬走了 没事了 中间反对的声音很大 然后还发出了 还说挖出了文物 还有很多人的就是联名签名 然后也都没事了 就可以了 那上面虽然有董建华的那个表妹 但是也没有关系啊 最主要还是周凯旋 就是我以前的时候觉得 哇周凯旋太厉害了 一个小女子商界奇才 后来发现 根本不是那么马适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从2017年开始 横空出世的郭文贵 在华人圈里边就是掀起了一股自媒体的浪潮 大家都知道了 他爆料 百分之九十八九 也都最后得到了验证 尤其是海航 还有王剑的事件 还有众多别的事件 一点点的经过几年下来 大家都知道了 基本上百分之九十八九都是真的了 他曾经在一次的聊天当中 一次视频当中就说了一句 周凯旋是总参二部发展的 总参谋部就是打仗的了 总参二部发展的 然后就是为了对那个谁呢 他的一个哥们叫冯奇的 为这个周凯旋保驾护航 然后来建设的东方广场 谁送给他的呢 江泽民啊 曾庆红啊 朱镕基啊 送给他的 就是把周凯旋送给了李嘉诚 第一 可以是说大家可以关系更好了 第二 也可以在身边去监视吧 监视李嘉诚吧 就像那个何鸿燊的四姨太 据说也是国安或者是 反正就是中央领导同志 送给何鸿燊的 所以的话就是说所有的那种 叫香港大佬也好 台湾大佬也好 或者就是前一段是去年吧 2018年死的那个 就是粮子计算机的那个 叫什么张首胜 他也有一个红颜知己 其实也是中国共产党送给他的 反正就所有的这些人吧 都送你一红颜知己 第一你更为我拼命的去办事 第二大家关系更亲近 你看我把这么好的美女都送给你了 然后金银财宝 我们大家一起发财了 一起怎么怎么样子 还有一点的话呢 就是放在旁边 也是为了监视的 据说张首胜死之前的话 他的红颜知己是在旁边的 是不是执行任务 只有美国的CIA或者是FBI知道了 一直在调查这件事情 李嘉诚的话呢 除了这个和那个 因为周凯旋的原因和江曾 关系特别好之外呢 还有一个江也帮着李嘉诚 杀了那个张子强 就是说的李嘉诚给了江家五千万 然后的话呢 江家把张子强给弄到 张子强就是绑架那个 李嘉诚老大那个大儿子的那个 李泽聚的那个 然后的话呢 就把他给弄成死刑给杀死了 所以就跟江家越来越好 所以的话呢 江家是带持 不是李嘉诚带持了江家的资产 屈臣氏就是被就是为江家带持的 还有一个是李显龙的老婆 何经也是带持了江家的资产 还有一个 江泽民怎么能把邓小平的家族给干倒呢 也是李嘉诚帮忙的 这些个的话 我和小草民可不知道啊 全都是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郭文贵先生相关的爆料 如果你找不到这集的话呢 你可以在谷歌上就是搜一所 比如说李嘉诚 什么陈希同 他也帮他拿下了陈希同吧 帮着江泽民拿下了陈希同 就是把这些资料打上 然后就能出现相关的这个视频 他的视频就可以看到相关的这个报道 所以的话呢 年轻时候相信的那种 传奇的那种人生 然后现在才发现 根本全都是胡说八道 他真正的告诉你发财的那个秘诀 绝对不会告诉你的 就像马云 马以金服是江家的 就是茅茅的吗 江志成的吗 江泽民孙子 然后阿里巴巴 是那些个叫做所有的什么 入股的 就是常委家族 前常委 现常委家族入股的 不跟他们在一起 怎么赚大钱 但是他那种 所有的那种传奇经历上的书籍上 绝对不会告诉你 年轻的时候可以受骗 到这个年龄阶段 就不太可能了 哎 现实的情况 总是这么的令人悲哀 我们还是做好自己的 哎 工作吧 要 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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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